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家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塔 日前离奇消失 该电台总经理埃尔默透露 这座钢结构广播塔高约60米 当天他安排了一名工人前去维护 但很快就接到了电话 广播塔不见了 工人汇报称 现场到处散落着电线 但钢塔消失了 据警方判断 盗贼切断了广播塔的线缆 将塔拆卸后连同钢结构件和设备一并偷走 目前不知所踪 埃尔默吐槽称 自己从业几十年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偷盗广播塔属于破坏通信设施 处罚比盗窃更重 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 埃尔默表示 目前电台只能借用其他电台的广播塔播出 虽然后续还会新建一座广播塔 但这种无望之灾 实在让他们这种小本经营的电台吃不消